泰国长谷山走起,村民列队走起,这么热闹的场面不是什么嘉年华,而是美索阿嬷新居入伙的庆典。 美索阿嬷新居入伙,诚意邀请乡亲们共襄盛举,一百多位村民共同参与,煞事隆重。 当天还有四位法师和一位比丘尼,起来为阿嬷的新家祈福。 乡亲们非常重视阿嬷激出,他们把庆典安排得很隆重,全村人整把人出东。 我们看到邻里之间所望相助的温暖,还有这么多为法师的祝福,老人家高兴地跳起舞来。 今年二月期间,吉兰丹巴西马县多处发生水灾。 慈祭志工在看灾时,在鲁布巴蒂尔村发现美索阿嬷住在一间残破的房子里,于是决定为阿嬷建造新房子。 水灾来好像很高的时候啊,也是担心它的屋子也是会浮掉啊,什么啊,我们也是很担心啊,又怕蛇会跑进去啊。 很感谢你们了想知道这样有这个屋子这么好可以来帮忙,这样多东西了。 建新家给我的阿嬷啊。 在这 others我会申请一万点感谢 对X长庄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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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庄的 我们会担心的费用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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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会担心的费用。 我们会担心的费用。 没所阿嬷的新家动员超过一百多人打造, 除了水泥,电和铁工之外, 尤其整地和搬家都是志工们亲力亲为, 还有五金店的业者捐助乌瓦和瓷砖, 爱心人士捐助部分家具和必需品, 杰兰丹中活独中的师生更为阿嬷募款, 阿嬷的新家充满满的爱和祝福。 看到这么多人陆陆续续, 涌入这个被忽略的岸角, 送上关怀,深深地感受到慈激人, 就如上人所说的, 一小群的火金箍, 飞入阿嬷的木屋, 也把一群群的火金箍引进去, 汇聚大家微薄的光, 把阿嬷的家照亮起来。 有余力帮助别人, 就是感恩心地落实, 期许妹祖阿嬷在新家能够安享晚年, 不再担心受怕。 大爱新闻之上,美之公,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。 多一份善恋, 多一份平安, 一人一善, 远离灾难。 这位快跑, 没关系, 我们先可以选与一路阶段的光, 一路阶段的光阶段 前等这个魅力帮助發展, 没关系。 高度,